1-3 国足彻底无缘世界杯,踢越南被冠三球,62年首败,泛至一神了。 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一十二强赛迎来第八轮的比赛,国足奔赴克场对阵本组实力最差的越南队,虽然国足实力占优,但是却兵败如山倒, 潘文德的进球让比分来到3-0,越南队踢出完美比赛,徐新补时阶段破门,国足最终1-3输掉这场比赛, 让国足提前两轮无缘世界杯出现,仅剩的理论希望破灭,范至一当年的预言成真。 越南队不仅是B组表现最差的球队,而且是一十二强赛里表现最糟糕的队伍, 这支球队在前七轮遭遇全败,没有拿到任何积分。 因此,国足在克场对阵这支球队,这是李肖鹏的球队拿分良机, 这场比赛,如果我们无法拿下,就不用再对世界杯抱有幻想。 当然,由于国足落后澳大利亚9分,如果未来三轮,我们无法全胜,自然就会出局。 主动拳在澳大利亚对手中,对手只要拿到一分,就意味着国足自动出局,彻底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说再见。 比赛开始仅仅一十分钟,国足就丢球了,越南队在左路行乘船中,门前的胡进才投球破门,攻破了严峻林把守的球门, 比分来到一至零,越南队取得领先,这样的开局对于主队来说非常梦幻, 而国足需要在这场比赛背水一战。比赛进行到第16分钟,国足又丢球了,徐欣在底线附近的防守出现问题, 给了对手机会,越南队形成下底船中,软进林在门前跟进推射破门,比分是两至零。 比赛第23分钟,国足在前场进攻,戴伟俊一脚远射背对手门降扑道。 上半场补时阶段,国足获得一个任意球机会,戴伟俊直接射门高出衡量,措施好机会。 上半场比赛,国足形成了六次射门,其中四次射政,控球率也有62%,虽然越南队射门只有四次, 但是却打入二球,不得不说,国足在上半场之开花不结果,而我们的防守出现了大问题。 半场落后,国足的球员心态出现问题,有三人拿到黄牌。 对于国足的防线质量,黄建祥用眼神防守进行点评。 比赛第49分钟,张玉宁在禁区内报射打入一球,但是边才举其示意越位,慢镜头回放来看,这样的判罚没有问题。 比赛第76分钟,越南队又进球了,潘文德在禁区外轰出精彩的远射世界波, 说,严俊龄没有能力将球扑出,比分来到3-0,国足输球已经成为定局。 最后时刻,徐欣才打入一球,但是97分钟破门,为时已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